我們現在在神崗鎮鬥 這邊算是神崗的郊區 其實離市區也不會太遠 騎摩車要幾分鐘 那我們這邊算是一個比較便宜的 很便宜的透田 都便宜 798萬全新整理 比市區三房滑下還要便宜 而且它可以停車 它全新整理 怎麼講 它的客廳還有做一點退縮 讓前面可以停一台轎車 或者是休旅車 大概4米半的轎車是沒有問題的 全新整理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間地坪比較小 大概15坪左右 裡面有一個小客廳 它是一個小客廳 因為它客廳已經退縮一部分了 所以客廳會變小 然後 後面它有一個正常size的廚房 還可以放個小餐桌在旁邊也OK 然後衛浴也重新打造 而且它有後門 後門這裡它有外推 所以做了一個小陽台 工作陽台 所以這邊洗衣服曬衣服 798萬 這邊的實價登陸行情 大概三四百的也有 四五百的也有 都沒有整理過的 那這間有全新整理 只要798 我們剛剛有拍一間 698沒整理的 還好 是很難櫃的 上來看一下 OK 在前面的房間 它有陽台 那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對面有一個電線桿 哪裡 對面 但是是在對面 不是在我們這一側 所以就還好 它是正對著我們這個牆壁 正對著我們這個牆壁 所以還好 不是在中間 所以影響不大 OK 我們來看後面 這邊 這邊 中間的衛浴 然後後面的房間 這房間 因為 它 已經外推了 所以 感覺蠻大的 還蠻大間的 那 因為後面就 別件的透明 所以採光不好 然後 三樓是針劍 這個是 鐵板 鐵板的樓梯 你是說我們現在在踏的這個樓梯嗎 對 它是鐵板 所以稍微斜一點 我們看前面 一樣 它也有陽台 蠻大間的 大間的房間 那因為它這個是鐵皮屋頂 屋頂是舊的 它沒有換掉 因為還可以用 所以它就沒有換掉 看清楚一點 其實屋頂還是很好的 是 然後 鐵皮屋頂的話 頂樓會比較悶熱 所以頂樓比較適合做神明廳 它全心整理 全部的門窗 看得到幾乎都是新的 只有屋頂還是舊的 這是 那個衛浴 跟二樓一樣 三樓後面 一樣空間都還蠻大的 跟二樓一樣 這也是針監出來的 對 它上面有一個屋頂 然後維修孔在這邊 這是它的水塔 水塔也有換掉 水塔是新的 這水塔是新的 好 那 它的地磚是塑膠地磚 如果你不喜歡塑膠地磚 可能就是要自己花錢 重新再鋪磁磚 就會更完善 好 7-9-8萬可以溢價 這絕對是 投資客人裡過的 隔壁幾條街 6-9-8沒有整理 這間整理應該一百萬跑不掉 所以我覺得划算 那 那這個是神鋼 它不是台中市市區 也不是豐原市區 不是貪城市區 不是大雅市區 當然不能夠跟市區比 地別流 但是我們這裡離國道4號很近 交通還算方便 然後 才買 因為其實 台中地區 就是這樣 你要才買 雖然稍微便宜一點點 可是騎摩托車幾分鐘就到了 所以不用太擔心 然後 重點是它便宜 我們YouTuber 先按讚分享 好 然後 按讚分享和訂閱 開啟小鈴鐺 大家 然後就是 幫我加入粉絲 謝謝你的支持 謝謝 謝謝 拜拜